这个有美女董作称号的叶苏菲 博达的前董事长在昨天是起满出日了 她是从台中的女子外衣间已经离开 所以在今天上午大约是8点20分左右的时候 她人也已经抵达事件来报道 而透过稍早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她一样是短发的装扮 只简单了围着一条粉色的围巾 在朋友的陪同之下来到试检 准备要来向关户人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 那现在心情还好吗 天气太冷了 天气太冷 感冒了 就离我远一点 谢谢 好的 根据我们的了解 叶苏菲亚尔其实她是在十多年前 是掏空博达大约是63亿元左右 而在十多年前她就已经被判刑 是判了16年并且是8个月 另外还有1.8亿元的天价罚金 不过这一部分其实在三年前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她就是已经可以申请假释 并且是获准的情形 但是她却说她没有钱 来缴纳这个1.8亿元的罚金 所以这三年下来 其实是一幅劳动役 所以才会在昨天期满初遇 由于她现在还是假释的情况 所以未来接下来的每一个月 她几乎都要来试检 向关户人报道一次 小股东们气急败坏 踹桌扔鸡蛋 那怎么拍拍屁股就走人啊 对啊 你公司有求你没要求 我没有超过一毛钱 我如果有超过一毛钱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地方 上万名投资人血本无归 我答案官司诉讼期间 叶苏菲一毛钱都没拿出来 继续吃香喝辣 过去中刊城爆料 叶苏菲每天都有宾室车接送 而且一查发现 这个登记地址呢 就在和平东路上面 原来这家公司 她的父母亲都是董事 三弟还是董事长 根本是她的家族事业 当时叶苏菲的豪宅被拍卖后 就是母亲买下 她曾被爆料 经营生活杂志力求翻身 尽管现在公司倒闭 人是已非 但当时的她还没被判刑 把美国知名生活大师 马莎史都华 当成学习范本 她化名玫瑰 利用部落格留言 和美食家胡天兰 常有互动 企图营造生活品味 达人形象 那时候她就在部落格留言 其实在这段时间 叶苏菲早被看破手脚 她做假账 偷空博打 假学历 甚至最没懂做的封号 也是整形 做假出来的 叶苏菲本身 她有一些 这个银行界的关系 贷款比较容易 当银行到她那个 工厂去看机器设备的时候 她说生化假石 因为生有毒嘛 所以你们不能进去看 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所以银行一看 机器来了 就贷款就给她了 叶苏菲曾被封为 台湾的创业女神 靠着五百万元 借钱创业 身价一度暴涨到六十亿元 却因博打案跌落谷底 又能变身玫瑰夫人 继续当富婆 这百变本领 也令人惊叹 三岁这个人王家横 他不懂